是你 沉浮的 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过一支的 而你是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 沉浮的 是你 沉浮的 世秦啊 你就要出远门了 又带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 但是啊 咱们过日子 万事都得想开点 你出去啊 要记住两条 第一 大人孩子都要身体健康 另外碰着什么事都要开开心心的 阿姨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和贝贝的 您好 请开门 快看看谁来了 牛 云山大叔 您来了 快坐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到处跟别人说 我儿子没工作 成天在街上逛 话得说明白了 我从来就不是那传闲话的人 你听谁说的 你要给我拿出证据 你以为你不承认你跟别人传了话 我就相信了 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傻 大叔 阿姨 你们这怎么回事啊 你问他吧 我想说两条 第一 我从来都不是那传闲话的人 第二 我觉得魏康布当飞行员 这没什么不好啊 你想 对飞行员 我有体会呀 飞行员有什么好的呀 整天天上飞 地下飞 万一哪天飞出去了 他 所以呀 我觉得魏康布当飞行员了 你心里应该高兴才是啊 就凭魏康的心板 他干什么不行啊 干嘛非得当飞行员呢 他干什么也能找着个好工作 你可真行啊 什么理全让你站住了 我可真羡慕你 有那么个文质彬彬的好儿子 留学美国又有大学问 又在推敲什么最新式的家居产品 大有作为 前通无量嘛 您可真是有福气啊 云山啊 说话别带刺好不好 哟 我 士琪呢 我说话带刺了吗 你自己说话 自己明白 大叔啊 阿姨 我看这是一个误会嘛 大家就不要进来进去了 我这就走了 你看大家都是街里街坊的 应该互相照顾 大叔 我走了以后啊 还得麻烦您多照顾照顾阿姨呢 我呀 我就求她呀 少找我一点茶 话可说回来了 是你老找我的茶 你怎么 谁 慧玲 你老找我 嫁给我吧 你呀 不许说不 不许现在说不 起码要等我离开美容院以后再说 我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 我又没有说不 难道你同意了 不不不不 让我想一想想 我更受不了了 我的天啊 我的心现在正在遭受本世纪最严峻的考验 你听 我现在正在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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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阿姨我 好好好 你呀 简直就是个活宝 那你为什么不在宝贺们家一个辈子呢 哼 想的你倒霉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能不能说一个除了不以外的意见 我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 什么意思啊 你 是说可以考虑我们俩的关系 你是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事 哎 你能不能告诉我 北 北三塔 哎呀 哎呀 我今天一定要许一个诺言 你能不能告诉我 北 北三塔 哎呀 你能不能告诉我 北 北三塔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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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定要许一个诺言 今天来美容院 美容的顾客 五折又会 哎 哎 你现在就算是免费啊 也未必会有人来 哎 现在全幸福街的人 都觉得我是个不道德的女人 谁还会来我开的美容会 哎 谁说的 别人怎么看你我不管 但在我叶天明的眼里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个好女人 最好的女人 你放心 只要一打折 人多的能踏破这儿的门槛 你倒是会自己高兴 但人家打了折 你这是一花接木呢 还是借花献佛呀 你放心 寄我账上 下个月工资啊 我不要了 说到借花献佛 你倒还真提醒我呢 我真准备了 你准备什么了 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明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是二十四号 是情人节 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怎么样 又怎么样 明天情人节 干嘛今天送花给我 我叶天明做事情 你永远是领先一步的 所以情人节送花呢 也比别人要早一步 这又不是去找事 买便宜货啊 还敢早不干嘛 哎呀 说实话 我每天有事情过不来 就不能陪你度过这一年里 最浪漫的节日了 但是 别人在情人节 拥有的东西 我也要让你拥有 哎哟 今年的高考竞争可够激烈的 看来啊 看来咱们扣扣啊 得上个补习班 要不然的话 肯定没戏 那可不一定 好多人都没有上过补习班 就能考上重点大学 那不一样啊 这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啊 人家和你的基础能一样吗 人家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 高考的时候 自然水到渠成 你行吗 嘿嘿嘿 没那么严重吧 可可可 可别不当回事啊 听我的 要想考上 必须补习 即时补习 A 必须考上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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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不补习 一定考不上 喂 你们俩人干什么呢 跟叔叔少口亮似的 叔叔说让我上补习班 说就能考上大学 我说不可能 可可 我觉得 你叔叔说的挺有道理的 你上了补习班呢 以后考上大学的可能性 就会大一些 上了大学 拿了高学历 将来就业也会容易一些 对不对 你也看到了 现在社会上下岗的情况 有多严重啊 哼 我不听 我不听 你们俩是一段 你们俩是夫妻 你们俩传统好了 给我讲大道理 就是不听 我会看啊 你是不是该回单位去看一看了 放心吧 我是老飞行员 如果真的有才能这么一说 也不会轮到我 我妈想问一下 最近铁梅有没有找过你 她昨晚在我这儿过的夜 但这儿一大早就走了 拉到走之前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你好好想一想 想起来了 她说她哥哥给她留了一笔钱 她想回东北老家盖房子 铁梅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事 没什么事 她一定去火车站 快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快走啊 李康 咱们花店 今年的生意不如去年好 我想过了 想让爸过来帮忙照顾一下花店 我还是想出去另找一份工作 陈深 你长得这么漂亮 要不然去当演员吧 啊 店里的生意不太好 这个嘛 我也清楚 至于工作的事情 你让我考虑才说 店里生意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有人在买花吗 你不懂 那因为明天是情人节 情人节 哎 叔叔 那你有没有给婶婶 买一束鲜花 然后巧克力 还有一个大kiss 还有一个礼物 有吗 我和你婶婶啊 都是老夫老妻了 这情人节啊 都是你们年轻人的节日 哎 婶婶 你说明天会不会有人送一束花呢 当然会了 我们家的coco这么可爱 肯定会有人送花给你的 谁啊 成冰呗 嗯 那个大笨蛋 他才不知道送花呢 这么早就卖娃娃娃 吃完了 大姐去哪啊 沈阳 你有今天晚上傍晚的票吗 今天晚上的没有 有明天的 明天啊 如果你要要今天的 我可以帮你想个办法 你直接说 加多少钱吧 一百 五十 八十 五十 五十五 六十好 五十五 好 行 五十五就五十五吧 那好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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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嘛呢 是你啊 吓我一跳 哎 我给你画了一张文化 你看像不像你啊 不像 丑死了 真无耻 我都已经把你给美画了 你还说丑 哎 那你坐好 我再给你画一幅 哎 可可 我现在正忙着呢 等我看完树子跟你玩啊 好 你要是陪我玩的话呢 嗯 那我就把我的计算机寄给你 这很滑的来打 哦 对了 诚冰 明天是几号啊 明天 十四号 嗯 肯定十四号吗 肯定啊 怎么了 那明天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 是情人节 地球人都知道 情人节 情人节 情人节怎么了 哎 情人节 要送花的 情人节的花那么贵 一朵得好几十块 我是冤的头啊 那你不打算送花给别人吗 要我送花 除非我有时间 到花园里去摘一朵 明天我还得到董律师的事务所去办事啊 过什么情人节啊 真没劲啊 你才没劲呢 你一点也不像年轻人 你这个外星人 再也不理你了 哎 准备 干啥你 错了错了错了 我认错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完了 你抓着我这肩膀还疼着呢 我看你就像流氓 一看你这人就像从大狱里出来的 你说什么呢你 说你呢 抓流氓啊 来人啊 哎呀 你还真有办理啊 对付这种人啊 只有可以去办公室啊 哎呀 这么多东西啊 哎哎 来爸爸抱 嘿嘿嘿 慧玲啊 你买这么多儿童用品和玩具干什么用啊 哎 时勤呢要带贝贝出国看病了 我这是买给贝贝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补偿时勤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想一想 我觉得特对不起的 慧玲 我说过我叶天明是不会看错的 你是个好人 我也应该让所有的人知道 你是个好女人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今天所遭受的一切 都是我应受的惩罚 慧玲 我不信 你是个好人 嫁给我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 一辈子的 要票吗 要票吗 你看看 这就是刚才我从你们同伙手里买的票 假票 害得我回不了家 还让人家从车上给我赶下来了 我正要找你们呢 你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就你们这些害人的票贩子 有一个算一个 今天遇到我铁梅手里头 就甭养溜 你站住 站住 大妹 算了算了 你这 这哪儿去 沈阳 我看你坐长途车回去 坐 坐长途 也行 阿娜 谢谢您啊 快进 大金 大金 你去哪儿了 我去邮局了 铁梅确实把保险箱给注销了 他现在要是回家 那可就惨了 都怪我 不要自责了 赶紧想办法找他吧 找到了吗 找门找到了 好 你先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吧 对 姐 你怎么了 船心是冲红的 我还是想去看看高城 算了 你是后天就要走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干脆啊 就别去了 正好呢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 是琴呀 你要想去就去吧 我明白 我们家小杨从小就没了父亲 孩子 是少不了父爱的 爸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啊 您也知道 花店的生意不太好 我跟魏康商量过了 想麻烦您帮忙照顾一下花店 我还想自己出去再另找一份工作 好好好 好好好 唉 这么年轻轻的 别把那精力都放在花店上 既然你在这干累了 到外头去闯闯 当然好了 我全力支持 不过 我在花店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 全放弃了 还真舍不得呢 唉 放心吧 这不由我吗 什么时候在外头干累了 随时都可以回来 爸 你觉得亲亲这么做有必要吗 这么没有必要 这个年轻轻的 这思想比我还老 这个年轻人嘛 就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要不怎么叫年轻人呢 对 我偷爷爷一票 三比一 我们上了 不过这句话呀 只适应于亲情 骗你呀 不是用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想就不能去做呢 这个 这就叫做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怎么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具体分析啊 那是你爷爷 专门引用的一句名言呢 施主啊 你怎么还没睡呢 怎么了 有事吗 我想找个人聊聊天 不影响你吧 没事 反正我现在也闲着 来 坐吧 你笑什么 我在想火车站的事 要不是肖邦 大静可能就被冤枉了 哎 施主 你跟大静 是很好的朋友吧 我说的 是比一般的好朋友 还要更好的那种朋友 是比一般的朋友 好一点 我听说他进过监狱 那是因为我 因为你 那一年我过生日 大静 想送我一件非常好的礼物 可是又没有钱 他就去偷了一只 斐车戒指给我 可是被人家发现了 他就和别人打了起来 结果 把别人打伤了 也就被抓进了监狱 那你们现在呢 现在 我们 还只是好朋友 我懂 我 我要控制我自己 不会让 谁看见我哭泣 中 从我不敢想你 不愿想起你了 怪自己 没勇气 心 心痛的无法呼吸 找不到 你留下的痕迹 眼睁真的看着你 你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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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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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尽头 你收拾在 世界的尽头 告诉我 心痛的无法呼吸 哪里 是否有 尽头 你收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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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找到 你收拾在 你收拾在 室다면 你收拾在 人一日 没有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告诉我 星空在哪里 哪里是否有尽头 有心是个信仰 让你知道我爱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过也值得 你是同路的 我就是幸福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战斧的 是你战斧的 也认为你战斧的